自从美军在广岛核长期投放两颗原子弹之后,人类的最大杀伤力武器装备,也从TNT炸药变成了核武器。 除了美国以外,苏联、英国、法国和中国陆续都研发装备了自己的核武器,成为全球五个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,与其他国家战兵中率先使用核武器作战不同。 中国在1992年,批准和不扩散条约,之后承诺不对武核武器国家或银核武器区,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。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,成为了中国国防和战略的一大特色,但是真的会是那样吗? 以俄罗斯为例,在多次军事冲突和对峙中,表示,如果俄罗斯遭遇了打击,那么俄罗斯将会使用战术和武器来保证俄罗斯领土的安全和完整。 其中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也非常使用。 中国虽然承诺不顺先使用核武器,但是这种承诺并非绝对。 在常规军事力量无法战畜或者抗衡的情况下,保证解放作战力量生存的唯一方法,就是使用核武器或者核威慑。 当然,如果面对导弹基地遭到打击,战略和潜艇遭到猎杀或者国内重要目标被打击,那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也就是作废了。 俄罗斯军事专家介绍,中国火箭军部队掌握了中国核武库中的大部分核弹头,这些核弹头大多数都被安装在东风31A或者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上。 在正常的情况下,这些洲际弹道导弹会进行立行的机动巡逻,保证战场的生存能力,因为东风5B洲际导弹采用发射警的形式,无法进行机动,所以采用了警战攻势加掩护的方式。 如果这些陆基导弹,遭到敌方攻击的话,那么就会被视为发动战略核打击,直接发动战略核反击,成为了火箭军的主要工作,与其他常规潜艇不同。 战略导弹和潜艇是武强国家的重要核威慑之一,特别是法国和英国,两国的主要战略核力量,全部集中在战略核潜艇上,与陆基洲际导弹相比,战略核潜艇具备更高的安全性。 但是这款象征国家战略核盾的武器装备,一旦出现战略核情况,将会被视为对这个国家的战略核打击,那么其他战略核武器也将会直接发动攻击。 同理,对于某些重要城市和目标,来说这种情况也同样适应,毕竟不承诺不代表绝对不会使用,只是会根据情况而定。